通盤检讨会议的召开 许多民众也到场参与 并提出多项诚情与建议 建设处陈副处长表示 这次会议的预览时间到4月20日止 希望民众如有需求都能踊跃提出意见 县府将会聘请专业的团队来协助民众 今天这个通盤检讨公开说明会的这个机会 让西头地区这个相亲 先导一下说我们县政府建设处 目前正在办理这个通盤检讨 期间是到4月20日止 如果说各位相亲还是机关团体 有任何的这个意见都可以提出陈请 我们都会请这个 我们委托了这个专利的这个规划单位来延期 对这个相亲土地最有利的这个条件之下来做这个变更 现今有许多法规不符合实际使用需求 县议员许素霞也希望借由这次通盤检讨会议的召开 保障民众们的权益 让民众生活都能感受到幸福感 借由但这次也在通盤检讨可以让我们民众 他保有自己的一个权益 比如说我们住宅本来就是住宅区就是我们住宅在那儿 但是我们上面把它化为我们的一个连累区 这对事实来讲这完全不符合 所以说话也说我们的乡亲 看着今天我们这个新闻 一定要把自己的权利捍卫好 大家一起来关心这一次的一个通盤检讨 希望说把它做得更完善 让民众生活在这个地方可以感到更幸福 议长和宋丰期许就由这次会议的召开 能听取乡亲们的建议 让法规符合实际使用需求 使地方发展更加顺利 记者卢宇凯入股乡采访报导